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甘露寺上方的石头是由一个狮子精所变 因为和弥勒佛发生了争执 打算吃掉佛祖 佛祖直接大大方方地在他的嘴里坐下 随后他就化作了一块永远也合不上嘴巴的巨石 若是仅凭一些虚无缥缈的传说 是不能够吸引大量的游客的 甘露寺为广东潮州的一座山峰上 这里山巒层层叠叠 却不是陡峭的山壁 这里风景秀丽 却不是千篇一律 来这里游玩 不仅可以一边爬山一边欣赏美景 还可以锻炼身体 增强体魄 此外 寺庙位置特殊 建筑造型精美 为甘露寺加了分 实在值得人们不远万里去游览 久而久之 文明侠二 我国的佛教文化本就远远流长 各种造型的寺庙更是遍布各个省市 优秀的佛教文化值得我们推崇 造型精美的庙宇值得我们喜爱 那么 在周末闲暇时候 带上家人一起去看一看 这个奇特的寺庙吧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